2024年第一個開盤的樓盤 就是黃大仙的會名 我自己給這個盤的定位就是 世價上車投資 我們走過去看一看周邊的環境 這邊的店舖比較紋身 然後這條街是整車的 舊樓為主 這個地盤都是舊區重建的項目 整個地盤看上去都挺大的 由現場你可以看到 如果向北看獅子山那邊一定沒有景 如果向另外一邊就有少許景 這個地盤跟這個盤有得揮 就高一點的轉靈 開放式都大概300萬 鬆一點 兩房間會比較便宜 轉靈那邊到500美 300-500美收了OK 如果租金算是50-55尺 如果我買一間開放式 如果租到的價錢 大概是1萬到12000 租得這些人通常都是 就近的鄰居 在就近上班 比較年輕一點的 這裡有少許斜路斜上去 走過去地鐵站 4分鐘之內是可以做到的 另一個可以比較的 就是官旁的Ball West 7 都大概同價 一個就是現樓 一個就是一年多一點的樓盤 那我會買現樓多一點的 這裡就是明鳳街 都挺長身的 最高幾樓 28樓 有一個Cup House 先看一間兩房 這個實用面積356尺 一進來就有一個Open Kitchen 一個長壬廳 再加露台 有兩間房 一個洗手間 整個間隔 挺實用的 然後進來 這裡就是大梅 進來有一個圓關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鞋櫃位 挺正的 上面可以放一些鎖匙 電話也可以 上面就是電箱 再是寬頻室 這裡就有一個管鞋櫃 再轉進來就是一個長型的客飯廳 兩三個人住可以的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雪櫃位 這隻色面看相片就不覺得好高調 但在現場來看其實挺好的 一個Open Kitchen 新宿的水龍 很好 主要是餐桌 然後就煲劇 電視 然後一個比較大小小的露台 這裡就放了光衣機和物質衣機 非常好 整個尺寸也挺大 整個尺寸也挺大 看位置 再轉進來就是浴室 比較小巧 好企業 再進來就是睡房區 這個衣櫃一張三尺的床就靠邊 還有一個落地玻璃 最後就是主人房 樓底是3.15米 這間燕士的價錢是498萬 一房間是260呎 這也是一個比較小的露台 進來就有個玄關米 原來它把雪櫃放在門後面 焗路櫃牌只要detouch 上面有些人的收入空間 但這個空間其實挺難收入 再前一點就是一個長人的廳 它畫了一點線 一個餐桌、梳化、電視 也挺小的 再走多一點就是一個露台位 放了一個分體器 洗衣機應該是這裡 整個東西都是detouch 好等本 八個皇室粵用版皮 還有它整組東西都很green 這邊就是睡房 也挺大 這邊就是浴室 整體的感覺挺好的 好像這些一房間 現在賣水平就338萬 今日的時間有這麼多 我是劉師兄 我們大家見見 拜拜 好